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史提芬 今天就是第一次做這個直播 乖羊頭新節目 有些觀眾也進來了 如果聲音畫面沒問題 真的可以打個一字給我 剛才是C已經打了很多一字 OK 先看一下 再一 有個朋友還有五個一 是啊 OK 好啊 首先今天第一集 請個老友來做嘉賓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所以請了Selman 不如Selman你介紹一下自己 好 謝謝 Stephen 我本身的職業是做什麼呢?很簡單 我講我的職業的使命 主要就是鼓勵和啟發身邊的人 離開自己的舒適圈 希望大家可以過一個更加豐盛的人生 我會透過什麼去支持大家呢? 就是透過教練 訓練 透過不同的工具 去令大家可以達成一個更加豐盛的人生 簡單來說 我是一個訓練和一個教練 好 謝謝Selman的介紹 Selman都是我的coach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第一集 為什麼有個節目叫掛陽頭的呢? 第一 為什麼有這個節目? 其實很簡單 疫情底下的想跟大家聊聊天 因為大家有很多外出嘛 在家裡嘛 有什麼好做 聊聊天吧 互相推廣一下 推廣不是一定要去賣產品 我說一定要去賣 但是未必是賣產品 可能是推廣我們的service 可能是推廣我們的信念 這個就是為什麼有這個叫掛陽頭 下一句是賣狗肉嘛 就是賣其他東西 為什麼叫掛陽頭呢? 我看別人搞一些節目 通常就是用自己的名字 我叫Steven Yeung 或者就是用中文名字 我叫楊強 今天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我分享一下我过往的一些信念 当然特别是一些帮到我的信念 所以今晚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信念 如果大家本身都有一些信念 你觉得在你人生过往里面都很帮到你的手 也可以在这个checkboard上大家又分享一下 那我先分享一下信念我会形容是什么呢 我想信念就好像每一层楼打桩那样 那就是说如果一层楼要建得够高、够稳固 你的桩一定要够深 那才可以建得高一点 那我会形容就是 如果我的信念是好的话 那其实呢,究竟我这层楼需要不需要建得很高呢? 那这个我也可以决定 但如果我想建得高的话 而我的桩打得不好的话 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很容易就会弄 那正正就是在我们的信念里面 如果我们的信念 就是有一些好的信念能够帮到我们呢 那我们无论是做任何事情 是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 那这个是我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的 嗯,多谢了 不过我和那些现场观众 不是现场观众 是网上的观众互动 对我来说 他很想要的 他很想要的 那我们的信念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那你不能做任何事情 你也可以给个赞 给个深深鼓鼓励一下我们 让我们看到很多深深的走出来 好的 是啊 那刚才Saman和我们介绍过 简单介绍过了 什么是信念的 那跟着呢 那你有什么信念 好,不如这样吧,我其实在过往上了其中一个课程,就是叫NLP 那我就由Partitioner,读了Master Partitioner,接着去到NLP Trainer 那我发觉有两个信念,其实对我的影响都挺深远的 那我想看看面前上的听众,有没有朋友都读过NLP的 今天都打过三字,看看大家有没有同路人 有啊,Steven也读过NLP,Rita也读过 是啊,我们都是NLP Master Partitioner Mini也读过,大家都读过 Cleman很多人读过 Cleman中文名叫唐卓文,我想在保险界很多人都认识他 他说的,哈哈哈哈 老友就有嘛,你相信就可以了 是的,绝对是的,当然 Felix也是NLP支持者,很多啊 其实大家分享也可以 那当然啦,今天是我分享 分享一下,其实在NLP里面 特别我读教练员的过程,有哪两个信念能帮到我呢 不如Steven,你展示一下PowerPoint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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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第一个信念呢 我觉得,由我读了NLP之后 一直到这一天,去到今天 甚至乎我想起以前 原来这个信念也是挺帮我手的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一句的时候 会在想着什么呢 嗯 是会在想着 是不是真的我们本身 什么资源都有了 是不是说我 不学东西 就会有这些资源呢 那当然 没那么简单啦 是不是 原来呢,当我去学NLP的时候 这一句呢 就是说原来人的潜能呢 是有很多是未发挥得出来的 那如果我们懂得去运用自己 特别当然是指脑 原来有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慢慢去掌握的 那我为什么觉得这一句 这么帮到我手呢 我看回我过往一些的经验 还有在工作或者读书都好呢 原来我都用了这一个信念 那其实这个信念是怎样的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 就是说 如果你去肯去尝试呢 很多东西你是会慢慢掌握得到的 是啊 又或者叫做什么路在口边 就是说所谓 就是稍为我肯去问一下人 虚心点问一下人呢 很多东西可以慢慢掌握得到的 那譬如我举一些真实的例子 那不知道 现在 听众 可能有些听众都知道我过往读书的经历 我不知道大家过往读书的经历是怎样的 那刚刚呢 就是最近DSE就放榜了 那我就想回我过往读书的时候 我不知道在在有没有人曾经 曾经 为了想打好跟机呢 是不断去repeat的有没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呢很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为什麽呢 我是幼稚园就留下 哈哈哈 哇 哇 你很厉害啊 哈哈哈 好了 那我说回呢 我在中学的时候呢 总共呢 呃 就是人家完成五年的中学呢 我就读了八年才完成得到的 那就是呢 简单来说 成绩不好啦 那中一 临班 中四又被人踢出了校 那后来再读回中四 跟着中五 考完回考 不行 再考多一次 那所以呢 整个过程里面呢 基本上呢 是用了八年时间才完成了别人 用五年时间的学历 那后来我为什麽会说这个信念能帮到我呢 那我发觉就是 呃 原来只要我们肯去尝试 肯去尝试呢 原来很多东西是可以慢慢慢慢呢 去pick up 得到啦 和是会突破得到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想比较经典的例子 那你的根基都打得很好啊 是啊 好到是 基本上是用 用多别人三年的时间去打好你的根基 哈哈哈 OK 好啊 那我又看下你的第二个信念好吗 好啊 好啊 那你去一去第二个信念 好了 那第二个信念呢 就是也都很影响到我的呢 就是怎样呢 原来当我们专注在什麽地方呢 我们就会发现那样东西就会发生的了 那就是为什麽呢 就是譬如举个例子 呃 我很喜欢举一个很真实的例子 无论在沙士啦 金融风暴啦 或者是一个金融海啸啦 大家有没有留意 在当时的环境 是否很多人都 没有东西做啦 又或者会失业啦 甚至乎会破产啦 有没有听过这些例子 有啊 很多啊 好 但是同时间 你以为有没有人创业呢 在那段时间 嗯 嗯 我猜都有的 虽然未必有那麽多 但是都有的 是啊 那我想说的就是 这个信念就是说 当我们专注一些好东西是会发生 又或者我们专注一些可能性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见到很多可能性 就算无论是金融海啸好 金融风暴都好 原来当我们专注在某一些方向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可能性 那这个是我一直在 无论是工作啦 或者是在其他不同的层面呢 原来我都是在用着这个信念 特别当我读着NLP Trainer的时候 我更加aware到 原来我这个信念一直都是有 就是 就是整天都跟着我 又或者我是很 我很buy这个信念 嗯 嗯 老友就有啊 是啊 是呀 专注在我们想要的东西上面 是啊 绝对是 就是我很记得就是 譬如 无论过往 在打工的阶段都好 那我很记得就是 有很多人就会很focus 究竟 什么时候升职 什么时候加薪 什么时候有没有机会等等 是啊 那我当时我就通常 我就是专注些什么呢 怎么做好自己手上的工作 怎么提供好的服务给我的end user 嗯 那我发觉呢 当我去专注在这些位置的时候呢 那当然我 就是当然我一不定要去进步啦 但是同时间那个end user 他会feel到我的 用心用力之后呢 其实他会有会有口碑的嘛 对 那如果但是我纯粹就是专注 我什么时候升职 什么时候加薪的话呢 那如果当我 争取不到我要加薪职的时候 那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 比较负面的一个态度 那所以我觉得呢 如果我们focus一些好的东西 或者是想一下一些可能性呢 其实是令到自己 不断地这样会突破 和会成长到 嗯 非常好 是啊 我都有这个同感 刚才你说开的呢 其实是 怎样认识Selman的呢 就是在大约三年前应该 三年前公司一个training 是的 那就见到Selman 是的 然后呢 就去了 九剪 九剪 他很用心讲 在九剪 是的 我刚才在想在那裡 在九剪那裡 是的 那我觉得他很用心讲 那怎样算呢 我就去 完了之后 我就去后台找Selman 接着呢 就跟他握手 就介绍自己了 是的 很简单 是的 是啊 是的 就这样结了缘分 接着上coaching clinic 今年就再上Point for you 是的 OK 我还记得 是交换了卡片 第一 就是完了春令 突然之后呢 我记得 我们约过来喝一杯咖啡的 在沙田的城市 沙田的城市廣場 STARBUCK 是的 是的 我还记得 当时出来之后 原来大家相应 原来你又住沙田 我又住沙田的 是的 是的 你讲开 我又 你讲得很好的就是 你提醒我当日 三年前去你公司做那个training 是我人生第一次 是面对1,500人做一个training 是吗 是啊 是啊 非常好 是啊 我还记得 当时的training 就是我们行内人所说的 是一些叫CPDtraining 是啊 所以才这么有印象 是啊 是啊 一般的 CPD老实说 都是比较 比较我们叫做行一些 所以发觉 Selman特别用心去做 哈哈 是 我很记得当时是 是被公司找我去做 嗯 那我自己一接到这个training的时候 我就常常都有个信念 就是想 虽然 大家来上堂的朋友 都是管着你 要拿分啦 逐牌啦 那我留意到呢 无论trainer好 又或者 来上堂的人 都会觉得 哎 你逐牌而已 怎么这么认真啦 那我曾经见过 有些来上堂的参加者 拿着一本雜誌 就是当年的 甚至乎有些拿着食物来上堂 那就是 简单来说 就不是上堂 你顺着他而已 OK 那当然啦 我又觉得 作为trainer 都是一个责任的 为什么那些参加者 会不想上堂呢 我想就是 因为那些trainer 可能都已经觉得 大家都是纯粹来拿分而已 不会很认真的 那变成大家 不认真之下 就会互相吸引到 很不认真 明白明白 是啊 所以我们刚才你说了 专注在哪里 能量流去哪里 那结果都要在哪里 那我相信自己做好的事 一些专注在好的地方 那就有好的结果 是啊 绝对是 这个 好 我可以问现场的观众 有没有一些类似的经验 因为你专注在一些好的东西 最后是有一些好的东西 是会吸引到回来的呢 是啊 好啊 大家可以打一下招呼 是啊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今晚这么有缘 大家一起进来 有一些回覆 不過我這邊有一些技術的問題 我看不到 看到他們的回覆 Simon有提過 好像現在的情況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是很惡劣 當然我想客觀環境我們改變不了 我們有沒有一些東西可以控制範圍 而做好我們的本份呢? 我覺得這個是 我一直都在想著 好像我想今晚我們有這件事發生 就是正不正現疫情 不如我們試想想一些新的東西 是不是? 是啊 絕對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想一些可能性和可能性 原來是很多東西是會走出來的 這個是我一直都深信的東西